教育杯全国独轮车锦标赛25-26热赛 桃园市大纲国中来登场 试信了12个县市超过800名选手参与 桃园市总计是拿下了30面金牌 并拿下了国小、国中及高中组的三冠王家鸡 小朋友头戴安全帽踏上独轮车 以S型穿过三角锥障碍物 还有缓慢前进保持平衡的个人赛 考验选手的稳定度 教育部全国独轮车锦标赛已经举办11届 今年吸引了12县市派出选手参加 这次一共有来自全国12个县市 超过120个单位将近800位选手来参加 独轮车是一项既需要体力又需要技巧的运动 桃园在我们的曾文静理事长多年努力下 已经有相当好的基础 我们期待桃园是我们全国独轮车运动的一个 推动的一个重要推手 也期待所有的这些选手在这次 不管有没有得奖都能够展现出自己最好的表现 有别于传统竞速的往前冲刺 源自花式运动的独轮车竞技也有比慢的项目 其中还有特别的倒退10公尺 以及尽力的持久赛事 独轮车运动在桃园发展有成 已经成为在地的特色运动 那么全国赛我当理事长的这几年 我们会尽量把比赛留在我们的桃园 让桃园成为地主队 那么对桃园的独轮车发展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希望纳入全民运动的项目部分 我们积极地在进行 市长跟体育局局长都非常赞成 桃园市的独轮车运动已发展近20年 曾获教育部台湾地方特色运动票选活动的肯定 中立高中东安国中及海湖国小 这次也在比赛组别拿下冠军 把荣誉留在桃园